大部分人都知道吧 对吧什么select啊 对吧 然后什么from啊 然后什么join 啊 对吧 然后再加什么什么well条件啊 然后什么group by 然后再加什么haring 对吧 然后再加呢 叫什么呢order 好吧 order by 当然这个order by呢 如果说等于今天写了分统的话 咱们就会发现前面还有dstibot distributeby或者是classby 好吧 这是咱们分统查评咱们说要做的 实际上这个呢 就跟咱们的mapdus里面的分期是一样的操作 好吧分期这样做什么 等于说把咱们的查评分到多个的dus里面去 好吧分到多个里面去 那这是咱们这个当然什么 咱加这个的话咱们就还有一个叫sort by 好吧 sort by 然后再接到下面呢就是什么 咱们的这个什么limit 对吧 order by后面肯定就limit了 那然后还有其他的吗 函数咱们就不上了 优年优年二吧 结果集要咱们什么集合你的 多个查评的结果吧 对不对 集合你多个查评结果 这个是咱们的查评的一些基本的语法 对吧 对吧 基本语法就要什么 就要咱们写程序 写语记的时候 其实也一样 一般来说我会先把这前面四个先写上 对吧 一般来说咱们就直接先写上这个 然后什么 然后反正我真的就是把这个写sicle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做前空题 真的就是前空题 然后什么 然后就是有题目 然后咱们就把东西给填进去 然后有题目咱们就填进去 主要考虑的是什么东西啊 from join 对吧 from咱们说叫什么 输入嘛 对吧 输入嘛 然后select呢 select咱们叫输出嘛 对不对 你输出结果嘛 咱们要什么 要什么结果咱们select后面就带什么 然后join就是什么你的关联条件 对吧 当然咱们说什么 咱们说join什么的 innajoin啊什么的 跟你的这种什么from后面 多表 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你就看你join 到底什么 到底适用哪种的join的场景 对吧 然后一般来说咱们什么 join后面带上你的表明 on呢 一般来说on后面咱们带上你的 关联条件 对吧 关联条件就是什么 你两个表你是拿哪个字的 来关联的 一般咱们写的话 这样写是比较合适的 对吧 但是很多时候呢 怎么办 很多时候咱们也会把你 re后面的条件 这条件叫过例条件 对吧 re咱们叫过例条件嘛 对吧 过例你什么 过例出你的符合条件的数据 对吧 但有的时候呢 咱们就会在on后面 把你的过例条件也放进来 对吧 当然这个东西跟你的查询的执行顺行 它是有关系的 好吧 有关系啊 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优化的一种方式啊 对吧 然后好 那接着就是你的re条件 过例条件 那然后呢 group by 对吧 分组条件 对吧 那分组呢 咱们前面说过什么 分组的子弹 对吧 在你查询里面出现子弹 如果说什么 你没有出现在你的计合函数内部 那咱们就一定会出现在你的group by 后面 好吧 一定会出现在group by后面 当然这种什么也有一种特殊的用法 对吧 就是什么 咱把你select所有的子弹都group by 起来 对吧 做 distinct的操作 就它默认呢 实际上是会有一个操作 对吧 默认会有个操作 然后呢 这个操作什么 只要你加了group by 它就是一个计合操作 好吧 计合操作就是什么 select后面 咱们其实可以不带计合函数 可以不带计合函数 可以不带计合函数 但是你什么 可以同时用group by 对吧 这是咱们的一种优化的测量 就说如果什么 如果说你这边 使用 就是听了的话 明白 使用就是听了呢 等时间数据会进行一个排序 数据会排序 那排序的性能呢 那是相当差的 对不对 如果你数据量的话 你要做到这种的大范围的排序 那是很复杂的 所以这种是咱们的什么 咱们的一种的 害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的 数据倾斜的一种方式 好吧 所以这样呢 对数据倾斜就是什么 咱们有可能是80%的数据 咱们都跑到一个地 就踏出能去运行 这就叫数据倾斜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其实就可以把它改写成group by 对吧 改写成group by 那这个咱们知道了 对吧 反正group by就是什么 group by后面 知道你要不就出现在你的计划函数之 之内吧 当做你的参数来说 要不就是什么 要不就出现在咱们group by之后 对吧 所有出现在你的select之后的输出结果 咱们一定是满足这种条件 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海云 对吧 海云跟one 实际上严格来说 他俩都是过滤条件 好吧 都是过滤条件 那么 海云它的用处在哪呢 海云正常的用法是 咱们的过滤是针对你的计核的结果进行过滤 对吧 比如什么你上抗的 对不对 我要求什么 我要求你的出现次数大于三次的 对 这样的咱们就是什么 咱们就用海云 好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咱们一定要注意的 海云咱们后面带的一定是计核函数 对吧 一定是计核函数 然后什么 我要对你的计核之后的结果做一个过滤 那么我就要使用海云来做 好吧 我就要使用海云来做 这咱们海云咱们出现的最基本的 为了后面你是绝对不能跟计核条件吧 对吧 为了什么 抗核等于三 你做一个事实 对不对 根本就做不完啊 所以这两个什么 这个跟咱们狗路败 其实你一看就应该看出来 对吧 既然是计核上什么 那就说咱们的海云啊什么的 你肯定你的条件也是你的输出的条件 对吧 海云条件也是你的输出条件 但是咱们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咱们后面会说的 就是你的执行顺行 好吧 执行顺行 对吧 咱们后面实际上什么 比你的这个执行顺行要高 先执行 好吧 所以这块呢 咱们很多人会觉得还不可思议 对吧 这边你怎么看他的东西 然后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咱们海云这边 你对这种什么 简单的看的 简单集合的话 他的别名 然后你可以用 很多人就对这点 其实是很不理解啊 对吧 很不理解 当然这个什么 这个咱们简单说就是咱们的买西口啊 咱们的海湾啊 对这种呢 海云是做了一个优化的 好吧 做了一个优化 他能够 把你什么 select后面的你的别名 在这里做使用 好吧 那然后再接着就咱们这两块 这两块呢 咱们正常的话咱们叫分筒查询 分筒查询 那么就把它什么 把它数据分成一桶一桶的数据 查询的结果就是一桶一桶的 对吧 当然这种分筒呢 实际上咱们讲分筒表的时候咱们会讲啊 分筒呢就是咱们 MapDeuce里面的partition 自定义partition 那么实现的是什么 实现是咱们的getpartition的方法 好吧 那然后再介绍ortby sortby 这两个都是排系 好吧 都是排系 但是它两个排系是有点区别的 ortby呢咱们什么 是你的全局的排系 对吧 所有的数据咱们什么 咱们都要排系 所以一般来说咱们ortby 咱们说它什么 一般来说ortby 它就是一个的就是task 好吧 一个的就是task 对 就是你只要出现了ortby 那你的数据呢 你必然是发往一个的就是 好吧 必然是发往一个的就是 但sortby呢 sortby咱们叫局部排系 对吧 咱们说什么 partition partition的分区排系 对吧 一出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做这种操作 对吧 那这个sortby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就相当于你的map reduce里面的排系操作 好吧 排系操作 它只当成什么 对你的分析内的数据 排系吧 对吧 对你分析内的数据排下 那这是咱们这块 那limit咱们这个就不用说了 限制你的最终的输出结果吧 对吧 限制你最终输出结果 那然后在这个 优年跟优年奥 对吧 这个咱们刚刚说了什么 继合你的多个查询的结果吧 对吧 但它俩的表现是有区别的 优年呢 它数据会排系 会弃虫 好吧 然后优年奥呢 不排系 不弃虫 对吧 所以一般来是什么 咱们在害物中咱们用的话 尽可能的咱们会用优年奥来做 好吧 因为你的数据量实在太大 你排系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这种性能 效率是非常差的 好吧 所以呢这个也是什么 如果说咱们能够 确定咱们的数据一定不会有重复的 咱们就直接优年奥就行了 对吧 确定不会有重复的 咱们就直接优年奥 好吧 减少你的排系操作 对吧 减少你的排系操作 然后这是咱们的查询 那咱们再接着咱们看一下咱们的cycle的执行顺行 把社口执行顺行呢 咱们说咱们第一个执行的是什么 对 第一个是咱们的from 对吧 那第一个什么咱们from后面咱们叫左表 那么第一个后面的from后面的咱们就叫 左表 好吧 from后面就多变 然后第二个呢 where where 注意上面还有这么多呢 第二个注意第二个咱们执行的是on 好吧 on 咱们刚刚说到你什么 过例条件 你也可以放在on里面 明白吗 那这里on执行的就是你的过例条件 明白吗 过例条件 你所有的性别等于一的数据 先给你过例 好吧 那这个咱们执行事情的咱们就要注意是什么 他每一步的执行他其实都是得出一个结果级 明白 每一步的执行他都是一个结果级 好吧 都是一个结果级 对吧 那from说 那你肯定什么 你这个表不就是你的结果级吗 对 那那按条件哎 你来个什么 哪个条件比如说你id大于5 这种的也是一个结果级啊 对吧 那所以什么他这部呢 哎又是什么 你币表的一个结果级 明白吗 币表的一个结果级好 那第三个顺行是吗 join 对吧 join咱们都知道怎么操作 对 所以join是什么吗 join的结果咱们说它是一个迪卡尔基 明白吗 咱们所有的join其实都是在做迪卡尔基 对吧 A表循环B表循环然后什么 A表的记录跟B表的所有记录去做join操作吧 对 就join操作 所以这个呢同样是一个什么 当然说join 但是不是还要考虑你on上面的 关联条件吧 对吧 关联条件 这是咱们这块 好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就应该是什么 对 再接着应该是什么 web条件 好吧 对 web条件 就每一步咱们都对 每一步什么 每一步实际上都是在上一步的结果集进行一个操作 对吧 这一步咱们 左表的 然后这一步呢 右表的过力 对吧 然后交易呢 两个表的迪卡尔基 对吧 迪卡尔基出来它是不是有个结果 对吧 10乘10的 然后什么 10万乘10万的数据 那就发现这个迪卡尔基就相当的大了 对吧 当然这中间还有什么 还有咱们按的过力条件吗 对吧 这东西什么是会做的 是会做的 然后什么 会排除咱们的很多的什么 关联不上的数据吧 对 关联不上数据 好 那然后咱们的就是什么 就在你的这个这一步的结果 集之中 对对他的结果集进行一个过力操作吧 对 那过力之后咱们这叫什么 group by 是吧 分组吧 对不对 对你的这些数据 进行什么分组 那分组之后 having 对吧 having呢 咱们刚刚说了 对你什么 对你的计合的结果 进行一个过力吧 对不对 跟what其实差不多 好吧 只不过用法不一样而已 反正咱们都是什么 都是过力条件 好吧 那having之后咱们再接受 就应该是什么 select 对吧 这块就叫什么 到你的输出结果吧 对对 输出结果 好 那到我们select之后呢 咱们再接受应该什么东西 就是挺快的 对吧 你输出你要什么做气虫的操作吧 对 对不对 做气虫操作 那就是听了之后呢 对吧 就是听了之后咱们就是什么 order by 好吧 排序 对对你的数据的有什么 数据的结果进行一个排序 那我得拜之后 肯定就是limate 对吧 限制你的输出的记录数吧 对 限制你的输出记录数啊 当然咱们限制咱们可以什么 可以是行数 也可以是你的数据量的大小 对吧 可以是你的什么 也可以是你的百分比 都可以 都可以 啊 那然后再介绍就最后咱们就什么 怎么样 优念吧 对 优念优念哦 好吧 这些就是咱们的执行的盛行 当然咱们前面还有什么 这一块 对吧 这块其实跟他就是一样的 就这东西什么 分期的东西 哎 其实跟你这什么狗拜啊 什么哈运啊 很少会放到一起去用 好吧 很少会放到一起用 那像这种的查询啊什么的 咱们其实在参考栏数里面 咱们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 参考栏数里面 咱们基本上会用这种的 是吧 分桶的查询 对吧 严格来说就是mr里面的分区 好吧 分区 好 那这是咱们的执行的设计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就来 稍微的讲一下咱们的 呃 join的一些操作吧 好吧 就咱们查询 咱们一般来说 咱们的注意的点 好吧 注意点 第一个呢 可能就是你们经常写的 尽量不要使用 in not in 好吧 这是咱们所必须得注意的 好 因为in跟not in 咱们其实你现在写过都知道 后面跟的是 止查形 对吧 止查形 注意 这块咱们 虽然说咱们这块咱们说的是 哎你是结果集 但是这个结果集呢 跟咱们自己写的这种止查形呢 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好吧 不一样的概念 好这是咱们这块的in not in 咱们尽量的要避免 对吧 尽量的要避免 如果什么 如果说你这个in not in 里面的数据是常量的话 那你用用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对吧 但如果你是查形的话 在耗物里面 咱们千万要注意 就大部分呢 咱们这种in not in 咱们其实都可以通过交印的方式来 优化 好吧 好 那这是第一个 那然后第二个呢 咱们查形 拿什么 尽量 那是吧 避免 交印操作 没错 尽量的避免交印操作 但是 是吧 但是 交印是永远避免不了的 好吧 没错 交印是一定是咱们查形是肯定有交印的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树窗里面咱们说过DW产存在的意义 明白 DW产 DW产咱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什么 多表的交印问题 对吧 多表交印咱们要什么 龙鱼数据吗 对吧 昨天我是不是说了 龙鱼数据就是解决你的多表交印的问题 好吧 所以交印咱们是不可避免的 是吧 ODA层到你的DW层 咱们肯定是要交印的 对吧 咱们肯定是要交印的 但是咱什么 咱说这种的需求呢 咱们实际上不是主要需求 一天咱们可能做一次就OK了 对吧 但是咱们分析你的注意 分析有可能是什么 从你那张表里面咱们能够 出 计算出n多个的指标 也就是你的什么交印操作 你要多次的去做 对吧 多次去做咱们咱就提前把它给做了呗 对吧 统一起来吧 好吧 所以这个是咱们这块 那第三第三个呢 就是查形 一般来说永远是小表 驱动大表 好吧 也就是什么小结果集 那什么驱动大结果集 好吧 好吧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们的左表 小表 一般来说咱们就放左表 明白 放前面 知道吧 放前面 这个其实跟咱们的执行的过程有关 它是怎么执行呢 就是什么 你这前面的表 咱们正常情况下 它是会加载到你的内存里面 明白正常的执行 它是直接加载到内存里面 对吧 内存咱们都知道 查找性能 读写性能快吧 对 读写性能快 那知道什么 知道你最后一个表来了 最后一个表呢就是什么 来一条我就给你处理一条 明白 交易的操作就是什么 直接到你的内存里面去找你的 结果 明白 找到了之后是什么 找到之后我就把你的这种的什么 你要的这种的质量给你直接拼出来 就OK了 好吧 就OK了 这是咱们这块的 这一块的 好吧 所以呢 这个是咱们一定要注意的 小表 启动大表 小表放前 大表放后 好吧 这是咱们要注意的 那其他呢 咱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注意点了 好吧 尽量的就是这块 一诺特印当然什么 反正说一个这次子 其实在这里也一样 好吧 以这次诺特一个这是 这两个呢实际上 你们可以试一下 在买设格里面 你们发现 尤其是诺特这块 诺特一个这次比诺特印速度要快很多 当你数据量能够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 速度真的是要快很多 好吧 但是这个我在买设格里面 我在亥物里面一试 他俩的翻译的东西是一样的 好吧翻译东西是一样的 意思吗 他俩实际上在这里面咱们 咱们其实用过的都知道 只查询嘛 对吧 只查询 只查询 只查询在咱们的害物里面呢 他就直接就给你什么 翻译成一个教步 明白 他把你这些东西都翻译成一个教步 所以呢 你写这种的 not in not in 然后你就发现 你教步的数量呢 你就撑撑撑的往上涨 对吧 撑撑撑的往上涨 真的是 以前我记得十五班 有个谁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 就写咱们那个害物练习五十题 搞了十五个教步出来 搞了十五个教步出来 然后 然后他还什么 他还觉得挺可以的 我在 在班级情里面 然后发了一下 结果还没到两分钟 然后就被他撤回了 我都还没看清楚是谁 对不对 当时我就想去看看 我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写的 好吧 到底真的是 我觉得 能写出这么多的教步来的也是 也是挺难得的 真挺难得的 好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咱们所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吧 关注的一些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让你们 尽量的把你们能够写出来的语气 写出来的原因 写出来之后咱们什么 直接轮到害物里面去跑 一目了了 对吧 一目了然当然什么 当然这个一目了然的主要点在你要盯着你跑的这种什么 日志去看对不对 你要不看 那你真的就不知道对吧 最后就是什么 你最后就知道一个跑的时间 哎 好像我这个时间长了一点 对 时间长了点 所以这呢是咱们 咱们需要观察的地方 好吧 学习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这种的观察的操作 对不对 一定要注意这种观察 好 好 那其他的咱们就接着来吧 好吧 这块是咱们的这个东西 那然后咱们接着就是咱们的Joy 好吧 Joy 这块咱们稍微的解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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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